草梨梨园上草,一岁一枯蓉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方清古道,晴翠皆荒城 又送王孙去,七七满别情 原野上欣欣向荣的绿草 每年春天茂盛,秋天枯黄 人野火焚烧,也消灭不尽 春风一吹依旧蓬勃生长 远处芳草掩墨古老一道 晴朗翠绿研制荒芜古城 春绿草长又送游子远去 七七春草也充满了离情 平溪,这是永物诗 也可作为预言诗看 有人认为是几次小人的诗 从全诗看,圆上草虽有所指 但寓意并无确定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 又生却作为一种韧尽而有口皆碑 成为传之千古的绝唱 作者,白居易,西元七百七十二年至八百四十六年 自乐天,下归人,金陕西省魏南县附近 真园中,灼尽逝地 原和初,对策汉林学士,千左时宜 母丧归,还拜左赞善 以言试扁江州司马 后入位中书赦人 起外迁,为杭州赐使 宜苏州赐使 唐文宗吏,着刑部侍郎 太和中,以朝多党获起归 开城中,起太子少傅 会昌初,以刑部尚书致事 自称香山居士,与胡稿等九人厌吉 接年七十者,仁惠魏徒 称香山九老 年七十五族,是约文 吉祥烟名